讲故事 我要帮助爷爷 有一天 悠悠的爷爷中风了 救护车把爷爷送进医院 爸妈开车带悠悠去医院看爷爷 悠悠发现 爷爷说话的样子 好像有点奇怪 过了两星期 爷爷回家了 悠悠发现 爷爷走路的样子 好像也有点奇怪 医生要爷爷 多练习说话和走路 可是爷爷什么也不想做 他每天呆呆地坐着看窗外 悠悠记得他小时候 爷爷常常教他念书 爷爷念一句 他跟着念一句 那时候他们好快乐啊 悠悠想 现在我长大了 可以帮助爷爷了 我要帮助爷爷 快点好起来 于是 悠悠每天和爷爷一起念书 悠悠念一句 爷爷跟着念一句 他们很快乐 就像小时候一样 每天吃完晚饭 爷爷两只手扶着悠悠 悠悠走一步 爷爷跟着走一步 爷爷一天比一天进步 天气好的时候 悠悠还扶着爷爷在公园散步 爷爷每次都买两个冰淇淋 他们一边走一边吃 就像小时候一样 半年以后 医生说 爷爷完全好了 全家都非常高兴 悠悠最高兴 因为他帮助了爷爷